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妹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們這個神秘之謎的模組 第二集 那我們今天呢 依照慣例就是繼續我們的這個 恐龍的這個召喚 來展示一下我們這個 模組裡面新恐龍 到底有些什麼屌很屌的東西 我們上一集呢 就弄到了這隻巡鹿龍 我個人覺得如果給他100分 100分為一個上限的話 我可能給他80 剩下的20分可能就扣除掉一些 就是沒有特殊動作 以及沒有特殊 能力吧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像這種有被改過的恐龍 少說也來一個掃尾 掃尾巴 或者是 反正就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才會有他的那個 那個獨特性 你懂不懂 就是那種獨特性 對啊 這兩者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稍微有點小小可惜 像是這一隻 也是可能也是給個80吧 就是小小可惜一下 我對於他的嘴巴呢 非常的有意見 不過這一可能就是他的特色吧 不對不對 我覺得他的特色應該是他的翅膀 他的嘴巴可能可以再做個 銳利一點 比如說像是他這個 就像鋸齒狀吧 像是 像是這個馴服龍前面這樣有鋸齒狀的感覺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讚一點 可以用他的前面那個嘴巴鋸齒去攻擊敵人 有沒有 是不是很讚 感覺就蠻棒的 好不好 這題外話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開始進行我們的召喚 一肉一草 跟我們上一集所說的一模一樣 一肉一草 前面那什麼東西 那個是不是劍龍 那是劍龍嗎 唉唷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啊 嗨 方舟更新的東西嗎 我還挺意外的 異變的生物來到了方舟大陸 好好好 既然你都出現了 這個當個番外好了 我們要抓哪一隻啊 我覺得這綠色有點醜欸 我都不知道方舟有這個活動欸 真的 最近沒有什麼在關注 看到覺得有點小驚訝 我覺得我要這一隻 阿對齁 我忘記這傢伙是要吃石頭的 母猴一C母猴一C 這個呢 他就是會 不斷的生產一些 像是像抽轉蛋的那種概念喔 這個我們之前那個滅絕已經有介紹過了 去 不能丟 阿最終這到底要怎麼處理阿 算了不管了 不抓了 總之這就是滅絕的那個恐龍阿 這個人覺得蠻讚的 如果你們想要去 想要去了解他到底有什麼作用的話呢 歡迎去看我的滅絕的連載影片 好不好 這不是我們今天這集的重點 雖然我也想抓 不過還是想說算了 阿其實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來來來來來 來吧 我們接下來呢 把我們場館步槍填補一下 阿準備 召喚我們的 第二隻肉食動物 第二隻肉食動物 Let me CC 讓我看一下喔 嘿 召喚一下 召喚格 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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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啊 外星龍 嗚呼唆解 哇靠 這怎麼念啊 Royasarusa Royasarusa不會念 哇賽這隻龍哇靠 欸 外星控龍啊 好酷好酷 欸這隻也讓我有點 怎麼講不知道該怎麼說這一隻欸 炭為觀止嗎 啊驚訝無比嗎 哇我給個大家進 欸什麼 自動戰吼 這還有自動戰吼功能喔 啟動自動戰吼 應該是在戰鬥戰鬥模式狀態之下 好像才會啟動的樣子吧 等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這個外觀長什麼樣子喔 來來來來 你看看超帥 喔可是靜看起來其實有點稠 但是看側面真的是挺帥的 因為你看他的正面是有那種類似像是 獅子的那種鼻子 那種 犬類 又說是犬類嗎 貓狗科動物的那種犬鼻 是這樣念嗎 然後呢 嘴巴 其實看起來也挺怪的 遠看很帥 近看是三小 那種感覺 遠看 OMG 近看 看三小 好大概這種概念 不過呢 還蠻酷的就是啦 我不太會形容 就是他這個頭部看起來就像是一種 你知道那種就是 外星人會有的那種產物有沒有 可能會 會發出激光有沒有 去掃描或周遭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他的身形呢 我怎麼覺得他的這個 前端 好像有點是 很突兀 啊 他下面這邊突起 該不會是袋鼠的模組做出來的吧 好 請問為什麼他下面要這麼凸 哈哈 欸 他後面是霸王龍的腿跟那個尾巴 然後 中間這樣子很莫名都被截掉一半了 難不 難道你就不能就是把下面這個突起物往上填補 然後讓他稍微有一個身形嗎 你們現在看得到接縫處嗎 哈哈 我不多說了好嗎 整體下來真的是挺帥的啦 如果撇除掉這個接縫處不要被看見之外呢 我是覺得 這樣這個角度是真的蠻帥的 放個鞍 這隻沒有鞍是怎麼回事 啊有啦 我只是剛剛把那個的UI介面拔掉 所以看不到 鞍在這裡 來 喔他這叫聲像是迅猛龍的樣子 來 我們上來了 Sugee 啊 哇 我的那一隻被暴龍咬死了 這是為什麼呢 完了我另外一隻是不是要掛了 我們回去幫忙一下好了 OMG 只存活一擊而已 哇他真的掛了欸 屍體在哪裡啊 看我生氣喔 不是很強 啊不是很強 哎呀單挑啊寫多少 嫩 通通都人道毀滅 來來點點攻擊力 幹什麼東西 很強是不是右鍵 哇 哇 右鍵會破壞死光啊 那個圈圈什麼意思 哦 怒吼 怒吼再加上我的破壞死光 有沒有 哎呀我那隻鳥也死掉了 我看他死在空中 哇兩隻都死了 哇 我們家的第一波召喚物就這樣子 死去 哎 他這隻右鍵會破壞激光 哇塞 他除了破壞激光之外有沒有 他還增加戰吼 讓敵人產生暈眩 或者是逃跑的功能 你看看 兩種 兩種BUFF Nurf Nurf敵人 BUFF自己 有沒有 有沒有再吼一次 你看這個烏龜 烏龜害怕的 害怕的烏龜 欸 很可以 這一隻呢 我暫時給他85分 西劍有什麼 西劍沒功能 好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好 好啦 這隻要取名叫什麼龍呢 外星龍 好啦 叫他外星龍好了 我真的不會取名字 我真的很抱歉 哈哈哈 來 我們看下一隻吼 哎 喘錯了 哎呀我的鳥呢 我的阿根廷呢 來 下一位 我們下一位弄一隻草食的好了 來來來 不知道這是什麼 什麼樣的謎樣生物喔 來 啊 變色龍 OMG 哇 這個不是拿來騎的啊 哇賽 酷喔 我猜他吃果實 啊 你們猜他吃什麼 還是他吃蛋 啊完了我沒有果實 啊 不要走啊 你想去哪裡啊 小淘氣 你這個小淘氣 你想去哪 黃色果實 有 嗯 不錯 變色龍有什麼功能啊 欸 超屌的 哎呦 哇 你的屎這麼大一頭 嘿嘿嘿 有了 哦 我摸了 我摸了之後他很興奮 然後呢 在我的背上 死給 死給 好大隻的變色龍 現實生活中的變色龍有這麼大隻嗎 我靠這隻也太大隻了吧 快跟我身體一樣大了耶 現實生活中的變色龍有沒有這麼大隻啊 這我還真不知道耶 我靠把他丟可以丟這麼圓 他的他的這個 他這個模式跟那個很像 他這個模式跟那個 呃 捏 捏 捏色龍是不是 還是色捏龍 反正就是一樣在地上爬那個行為超像的 你看他的功能的話 他好像沒有什麼其他功能 他除了撿起之外採集 一樣沒有變 誰說你到底有什麼P用啊 經驗值快速增加 有沒有這可能 大家在身上經驗值快速增加 諸如此類的 哎 他的動作真的很像 他動作真的很像 等一下 我真的忘記了叫什麼名字了 我去看一下哦 這附近一定有 哎 只是平常都忽略有沒有 都沒在管的 啊 該不會都被殺光了吧 我來看一下 哇 這邊好多嘟嘟鳥 啊 找到了 跟這個很像啦 這叫什麼 射竹獸啦 他的行為模式跟射竹獸超像的 好像就是 只要插在旁邊 然後你撫摸他你就會增加經驗值加倍的buff 這種應該都是用在多人服 或者是那種低倍率服在玩的 高倍率通常不會在鳥他的啊 你看像這一隻 有沒有你看這隻被打死的射竹獸 可憐哦 哦沒有 這隻水龍獸 啊 是水龍獸啦 靠腰 對啦 是水龍獸不是射竹 射竹好像是跟採集有關係的buff 水龍獸就是經驗值加倍啦 啊他們的動作模式其實挺像的啦 只是一個體型比較小然後被改成變色龍 然後一個就是體型比較大一樣都是經驗加倍用的 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好 然後你 然後你這傢伙你是在看三小 看起來很兇的樣子有沒有 好啦 不管了 好啦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吼 那很可惜的我們另外兩隻掛掉了 那我們下一集呢 應該沒有意外 應該也就是最後一集 這個神秘之謎的模組 的最後一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介紹也沒什麼 好吧 那麼今天已經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或許我NONOLIVE按個追隨 或者是去我的IG按個追隨 也按個讚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神秘之謎最後一集再見面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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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